七雷未来这一段上其实还是能比较更快 同时后边应该还有一辆七雷未来 对 三个点在一起的 三个人连在了一起 但是现在对于郭郭来说 这1.1秒的优势在这里放着 迷路过来这里开个淡气 然后再飘 万空找路先点飘 虽然说这里有一点点慢 但后面的两位选手也已经断开了 上到上一层 现在彼此之间都已经拉开了一个比较 有容错的一个时间差 搭一下第二个比赛 好像有点来不及 再搭一下下来 太重了 这样的话比赛没有什么悬念 从后半段来看的话 只要说攻击稳着来 现在领先这1.6秒 应该是没有办法被反超掉的 我自己的队伍再争取来 最后一段 闹口过来之后连续踩加速带 寒射 前面星星 但这里序列未来可以快速的追上 1.2秒 哎 点飘鞋小甩 距离很远 1.2 这个时间差好像有点低 是不够 1.0 这边确实后本都很快 但蹭了一下 这一蹭墙就没有机会了 一个一样 稍微有一点点小歪 讲真啊 这边那种沈这样的选手 一般转移来选择下张帝国 对你想再钻他那一线 不现实 去外卡内绕一下可能还有机会 对这个我们经常说嘛 这实战选手就面对到 级级选手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外卡内绕绕他 看一下右统这边上到了第二 这个 所以说这边 你要打 其实不很顺利啊 是的 感觉在前期的这个路线上面 还是不有一些可控 但是现在相差距离不够远 这边内造在这 哎呀 下来了 这个段就断出了 对 但是感觉好像因为 他延续上下面准备了一个台阶 整体也没有慢太多 但其覆盖率是有 哈雷克 但是在后半端来看的话 其实布朽跟右统 对他比较接近 他比较接近了 嗯 卡你的话 那沈这边呢 对 他有一个小的机会 沈这边我觉得已经不用担心了 对 而且沈的 我现在够出一赏 这个跑车本格真的红着来 很大门打的 就是快 就是快 只是他没有什么暴光力 对 你不会感觉到他可能打得很凶 你看出完出了很快 然后可能直线再点一个沙车 做一波小转都有可能 他这个小转的飘移 一个意思有完美路线 完美的路线 1分32秒80 好可天哥 恭喜淡博沈 先拿第一分 那现在进入到选途的话 对于沈来说 他对比特的理解是真的非常爆烈 场上面刚才是唯一的一辆嘛 就是看他的比赛是 感觉是一种享受 因为很流畅 还是说 就选一个自己想好的拖 可能他出完角度 确实是有点暴力了 但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判断 比如说直线轻点刹车 然后再把自己的路线给找回来 赛车差 就足够了解自己 我看到的 因为他知道这样子就是可能会带来风险 但是他也做好准备局 对而且这样的选手 他在实战当中 如果真的在啊 亚洲杯啊 比如说他之前在 见过非常多的 在纽约轮点 你分到一组 然后我们在分到一组 为什么他能拿得下 总拿一个实际出来 就是因为 他可能跟我们传统认为的 快还不太一样 他是有快有调整 然后再快上再调整 这样 爆发点不一样 而且就基本上 你让他单机出来之后 是非常恐怖的 大家比较熟悉的 来看一下 这应该是 既我们在第一场 拿到了第一 看到E的图权 对于目玉的这一分 序列未来 这也是挺大的 主要我们从小羊的视角来看的 他也是想要尝试 但是自己并没有发挥得很好 你说白狼 其实在我们比较熟悉的 这个比赛赛这里边 其实他也是一个来精英选择 但对于副手来说 我感觉还是有一点明天适应 但是 四人想说 对你互相对 然后没有办法再几个人生出来 对啊 所以这五辆车 我觉得前四局都 随便用 机甲的五辆车 然后后面还得算功能车 连赛车 还很猛 把这所有方向运动再加一起 白狼在这个阶段里 对 对 但只不过就是白狼 呃 通过今天几场比赛的印证 我记得这应该是第二次上 第三次忘 嗯 白狼吗 但是一旦上对抗的话 对 好好议演 没那么快 对 但那起步如果能够冲出去的话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前期的容作和路线的选择 主要你跑得来讲 其实我们这一组 那白狼跑的前半段暗 高冷队员的成本 他的对抗欲望是很强 但是前期的对抗 显得有一点赛场经验的区乏了 这应该不是讲 对吧 实现 如果说刚才那个卡位 他去卡右宠 那我觉得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你甚至面对到不朽和神 加速败 你去卡他们那些 没有淘粉变了 诶 但这个我没有具体比过 但他们两个毕竟有一个特性 对吧 你加速带车 你会不太好意思去卡 他就是一个起步上的优手 对 你说的这种情况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因为之前在玩专游的时候 所以说就是 看下来感觉好像 他那个时候 确实有一些优手 来了 经常一起去 存在这种情况 我感觉心理上还是会有一点 就是你不熟的 自动格也不太一样 你如果卡了他 你觉得不好用 不好意思 熟的话就无所谓 不熟了的话 你卡出在加价种 不是神种 对 就比较真实 就是不熟的话 是在心灵默默骂你 所以总结来说 就不太好卡 对 但是 不太下得去手 但是那个是属于 大家一起跟朋友之间 一个玩法 而这个赛场之上 但是也没说五姐妹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 是需要我们选手去慢慢挖 这边有点歪路线连续蹭 因为他被沐浴带到了路线 弹射过来过后 再不断地找路线下来 自己上墙 这一上墙之后 让沐浴来到了领导 对 就不管是他 哎 我这边又蹭到了 那场比赛我来采访 我帮你问一下 后边阎君都已经跟上了 三个人差距比较小 如果要采访天眼的话 弹射又没弹出来 这张图 但是如果要采访他的对手的话 主要就比我觉得 他应该会给到一个 如果不好的话 跑张速相当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后的这一点 其实我之前真的没有想 现在顺意的这个距离 自己选出来的一张图啊 五秒 这是拖一下 这一个弹射再连 再连 再连弹射 没有问题 我们一直看着五娃的视角 他确实也都弹出来了 严谷王城 如果说信徒短期间 有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 沈职业的方式 我非常欢迎大家选出来 沈现在这个想法 就有个简单明亮的 我就想拿的 我就拿最小的 对 现在 五娃也就后终了将近一整圈了 还是0.6秒左右的差距 谁选 就出现 我觉得五娃接下来选择下一张赛道 而顺意选出的这张图 让自己调到了第四 有用 开局跑得挺顺的 感觉 但是由于自己的一个个人上墙 导致了自己 要不去死 不能把自己的状态打出来的话 沈可能就无人能倒 这一局比赛就是一个瞬息万变 看一下 你看不一场比赛 就同样都是新途啊 同样都是新途 一个角色将新移 一波 一波星花 同时上的大家 同时练了一个断鸟 第一局打完之后 郭郭第一 顺意第二 第二 这张图在 亚洲杯 那可真是 打得狠瓜烂熟了呀 这个打得可太多了 是 那这一次 沈去反超 承认他可能破一些内线 被目玉挤到了之后 顺意前面自己的个人操作失误 导致的 这一个 但是 他自己卡墙 右上 这个距离 也不是很乐观啊 对 他可能这边 想顶后弹 但是自己 转向少点了一下 没有顶到 这个速度而言的话 也是不太够的 其实 两个人一波 这个点 对于这个 偷飘来说的话 是有点太多 往往都能够把这个 失败了 转向过来还得 再去调整一波 没办法再直接弹了 档框落地 所以导致了他 都有一点打法 后面 听说来说 这一局想要破坏 想要保住抢二 对 但是能够拿一手 选途拳的话 反打 这个 我觉得不朽刚才面对到了 这个难题 这三个哈雷特抢前二 这边不朽还连带了一架右宠 对 右宠现在反超了不朽 再次上到了第三位 他已经抢到抢二 不朽要把刚才来时的路 再走一遍 其实他就是 在每次跟右宠两人的对抗当中 不然的话 就是显得他的对抗 还是会有这些 之前很凶的 对 现在反超回来以后 就感觉有点手足无缩 但是前面神已经要充现了 是的 缘分不朽 就是可以通过前期的卡位 拿到第二 但是由于自己这个 卡位之后的这个调整 是有点尴尬的 我觉得是 虽然说来到分开赛的女元首 其实他的实力也很强 你千万不要说 衍生一些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因为赛场之上你自保都很难 是的 但是 我觉得 熟悉的面孔 你刚才说的这点 确实很 有可能 是 就这些年来 要想的是 幻服 是薄火呢 幻服 对 相当于是同一个队 我说也很眼熟 但是分到一组 还是得不理想 还是会有点想要 那你这么一说更复杂了 是吧 就在这心里 一上去卡位这个情绪 然后甚至有可能前面 特别的ID也会换 尤其 所以说这两个人如果做的 爱着还不特别远 能看到表现的话 你会发现又从前期 还是快逐步 洋溢的笑脸 那后面越打越严肃 那这也引言了 你不求想象吧 自己好好思考一下吧 那关键起步还出不去 起步每次都是审核纯正先出去 对 对接下来地图的选择 这次好不容易过去了 对 人生后期的收拾有点多的 但是副手自己这一波 速度的调整也没有控制 我觉得还得是 四个人一步一步 你现在啊 其实 真的现在对于副手来说 就是净费两难的 真的 好像直接真正 就是所参杂的东西 有些刚才是娃赢的 赢的选途权 对吧 所以比赛越简单就好 直接去打延军 没必要 太早了 还是技巧的事 我觉得应该是这些年来 这些选手 去参加一些比赛也好 但是我觉得可以 也换一个方向 跟其他方向一起玩也好 真的不可避免 会出现的一些想法 有没有可能 这几个哥们今天 就是在打新途 他不一样 但明说比赛是比赛 但是你真的打起来的话 你还是会负极一下 也不一定是让队友斗地啊 万一这支戏型图 确实练得好呢 跟其他的 这张图是短伴 基本上应该也都是 男学生的说法 确实可以 因为比较熟的都是 就算打新途 才能够知道 对手也会 故意好 对故意搞事情 确实能失误一下 这不好输 对 这赛场之上又不太一样 不能因为这种不确定性 你就不敢打 龙行湖没问题 知道 对吧 但龙行湖这混账 我觉得可太好看了 因为混账 他主要是看你第二名 但全身这手反打的话 相对来说 你就算未完成也没关系 因为他不是分吗 现在比较稳得的话 影响不大 但只不过就是 你如果一直处于落后方 你一直是三四名徘徊的话 你就注定拿不到选途选 对 你拿不到选途选 这个选球越滚越大 劣势越来越明显 也不太行 而且别人选途也不考虑五用车 要我来讲的话 可能像一路向前那样赛道 反而会更好一些 一路向前的话 主要还是会有一个 我记得一下 这个下一分是娃来了 但是现在就是要想 娃6娃7娃7娃7 是很熟悉 这个来赛场之后 还跟咱们打招呼 我还 这个就得看 我还剩什么图了 是一个没有叙利未来 刚才第一个图是 刚才把叙利未来给达了 可以 那还又上了一张原集啊 对 其实你现在机甲所克制的关系 所以我对上前期挺正常 就是得拼啊 对 沐浴的话拿手并过 这个相对来讲 会让人有点意外 是的 是太大的 这样的话 能选的图有更多 但有时候就会看到 这样的话是什么 能选的图有可能 连选途前面拿不到 对 然后还没有办法 但是沐浴已经拿了一分 是 现在这个图面拿一分 我感觉 不一定能抱怨这个第二 既然留了一手松松 从现在的这个起步的状态来说 顺翼的这辆原集 在前面领跑 一断攻下来之后 四名选手最差时间他有1.3 对 开翼 但是这个翼一开出来之后呢 沐浴应该就要被武娃给反超了 对 这个用途思路 可以直接后边直线上行手反超 然后直接看前两个人的飞跃 这个飞跃落地过来之后非常好 对 WCWW过来 但始终跟前面的瞬移还保持0.5的差距 是的 而后面5啊 又再次在交ECU之前出现了失误 洛莉下来的这个失误让他掉到2.7秒 不过刚才也是小柯了一下 路线稍微有点天差 海滨哪 这边再动过来 我觉得0.2秒前面瞬移别追上了 暖气节奏不太对啊 瞬移 再开暖气之后 这个距离再去调整 瞬移又歪了 对 歪了过后 虽然说元机之星 他有双被动 在这段路可能是有机会反超 但是这个0.4只有郭郭坦克输了失误 但是郭郭非常稳定 没有给到他反超的机会 土郭再拿一分 因为他其实在对方上面所展现出来的也是 顺义又拿到了一个第二 郭郭第一顺义就第二 就这样的一个脚 我还可以随便打 顺义接下来继续选择 他没有了元机 没有了训练 没办法去卡住的缺点 还是要看不朽的 他还有一张 对不朽虽然杀了出去 谁也不卡了奥琳娜 但这边那道还会再卡过一下沈 沈有点凶啊 看着动工也上去有点困难 对我觉得其实把动工放出去 去卡不朽也真的是 但是沈尊的话自己落地脱飘了 沈的话其实就一直是面对着赛车的优劣 会一直被沈尊这样来回的反超 对 沈是歪了那这样一个距离的话要被拉远了 但沈尊在后面好像也是出现失误 目前一秒了 其实是外界的 但是 但是 路面纯纯肯定是必要上来卡上一卡的 沈这边 但是沈尊过一个这个距离 第二天再两天后 我觉得比较困难 毕竟就是 不朽了之后 在落地下来之后 自己又再不断的调整路线 不朽能不能稳得住了 沈的那边其实也没有 这个投票 不朽在前面出现非常严重的失误 又没有快出出来 沈这边真的是有机会的 感觉有点慌了 看这个顿空跳落地之后的路线 顿空 沈这边路线更好 内线实现反超 而且不朽歪了 是的 这1.3秒的距离 那对于这辆赛车而言 也没有任何的优势能够反超 哇 300 而且这张图是以A车拿下了一分 是 可以说是今天打了四场 这一局又从在驾驶赛车的情况下 确实是比较难跑 是谁都有机会 其实我觉得大家来说 好好把握 刚才顺翼 第一局 这一波有点小光 就算在一起打完之后 而现在多是来手裁局 你真的是无处安放 好掉了 好掉了 这一次选途 一定要帮助自己去拿一分 但没有想到 在你的第二圈出现的失误 会劲得多 第一圈的话基本上是完美通过 因为沈在后追非常紧 的情况下也没有被打开 这张图要更多一项 顺翼 还是顺翼 对 还是顺翼 还是顺翼 对 还是顺翼 对 还是顺翼 对 还是顺翼 还是顺翼 还不会打新图了 对 一个就是先看下一张图 不准能通过自己的选动 才拿到这一分 因为现在也没有在这个优劣射了 但主要是新图 如果拿不到的话 尽量就这样一个第二 嗯 机甲跑 对 而且强势的机甲 顺翼的几年 几乎都已经打过 尤其是龙京 这边打的也有点皱眉 对 几乎都是拿这个原体炮的 对 而且强势的机甲 对于刚才那种机甲 剩下的孔居和哈雷特 他也没了 这俩车现在他都没了 可能这边确实追线很凶啊 但是 卡威之后 他只能想想去稳住 其他人打同车 打同车的话 你可能认识就是那些男人 就是 就是 卡威很凶 但是你的调整也得快 天空寻梦 也是一个同车 但相对来说 难度技术低了一点 清皇 这一局 现在是反场了 选出天空寻梦的话 就要看路线了 还接着 尤其是ECU之前 原本以为一圈 一圈输入完以后就没了 有些混蛋 别死互相卡 下一局 下一局 护手来选择 但是起步 波波还是很快 波波跟沐浴两位 现在前边断空下来 0.5秒 前面波波断空很快啊 你得用机甲 裁决 细节是有的 这边上裁决 那沈直接上裁决 我觉得 沈有一点点 险西了 然后你接着走上侧 那这就被反超了 然后我现在前面反超来到了第二名 但是距离 郭郭还有1.2秒 这不好跟啊 这不好跟啊 这能跟上只有行 看着胳膊掉一下 沈 瞬意选择的图 按道理来说 不求擅长的 感觉他选择的东西 这排局无一延续 还跑了个一方二零 然后是老子 蛮弄的排局 这家真都会在规比赛啊 原级还得上 4.6 这里也上 这里速度就正常了 再交1CEO没问题 我感觉是 车间 我感觉是 车间 击甲实弹感觉 确实 加菜 也打过了是吧 对啊 那剩下第一周 那个加菜打下 五娃 应该是拿到了 才是第二 完成时间 第3 16 那五娃来选择 现在当下的 不过的赛脸 是有一些能够 用技巧 更好奇 所以也拿到那么多次 第二 一分没拿到 没拿到一分 没拿到选择 没拿到选择 也是两个选择 现在他跟顺义一样 用到A车的态度比较少 那 如果下一局不过 拿下比赛的话 那就要看谁 第二拿得多 或者别是现在多 我们也比赛 这间就得 通过名次 进行比较了 选到了 求职物语 四辆哈雷特 来吧 给图选的 图是好图 但是选择这边也不想抢 对 带了一颗蜜蜜 意思是顺的 但这图选的是逆的 这图就是被 有点叛逆 其他选手摸平了棱角 这个就是你们起步 你们三身去对抗 我在后面自己而动 回去之后再好好考虑一下 自己在选择方面 应该怎么去选择 包括其实这张图 他选出来我理解 就是因为机甲没了 自己的机甲用的太多了 同时分又没拿着 所以必须得这么打 想要拿他这一分真不容易 但这个事情也是 因为前面的赛车使用导致的 然后前级的对抗也比较多 就看他能不能杀得出去了 能杀出去的话 我觉得其他选手在这张图 后追的话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因为达瑞克在这张图 控车而导致一些路线偏差 也算是个失误点 神奇不真快 而且一个内套 战斗尼网友学卡战 没想到自己的 不朽想去卡 但是配上来的右手 对 然后不朽这边又上来 前面还有纯粹 这边车身卡住了第二位 刚上一秒多 你点二秒 他得找状态 对 然后纯粹和不朽这边 可能还要再争夺一下 第二名的次数 那倒还要再卡一下位置 但不朽上强了 在阵队的这个速度上面 有不开关的战斗 对 不朽这边要再拿一个第二的话 那相当于纯粹和不朽的 第二名次数一样了 是的 但我觉得就是对于不朽来说 跑这张地图 你就得先让自己的车身位卡战 是 对于不朽来说 刚才一波卡位之后的失误也比较低 不朽 不朽 不朽的暂停 纯粹传持过来 他能打个冤极 针对一下这个 孙女士 孙女士 这边稳一个第二 也行 但是 现在比较时间相唱的 自己都已经比较远了 就是第三颗色的第四 看这边 哎 能做的就是这样 这个对于沈来说 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直接一步就拿下比赛 看上去是问题不大 而对于 你不是要靠前了 因为他第二桌 谁能够拿到这个 至关重要的第二名 这个对于本场比赛的结果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 是的 因为你像纯粹 他所在的高隆车队 其实前面两场比赛 都是相当于是一个 当场比赛第三名 五三二一相当于是 一共积了四分 相较于博魂来说 确实是有一些优势 不是因为淘汰 但是这个两分的优势 也不算大 但乌山确实 但乌山有可能就太有点 注意一下 看幻腹 对 然后明天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分数 所以对乌山来说 是最简单一点的 少一个对手 然后后续的整体得分 去拼一拼这个第二名 是 其实就是少一个 第二名跟第三名 也是天壤之别 在后面的站位当中 起码能保证自己 所以这个对于 当然了 幻腹 狠手在赛场当中 出现这个 高冷来说 原级会输啊 不朽的 对吧 输给A车的 最直接的对决 就没有 谁能够胜出 无产风影吗 出不了了 出过了 刚刚我们看到的视角 就是欧洲之间 是有一点小卡顿 对 但是其实对于选手来说 他们那边的视角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对于当前的 一个名次来说 我觉得后续没有 任何难点的长战 也不会觉得太多管了 对 所以比赛结果是奏效的 几下这个场 要静等比赛结果的结果 能打的还是劣势 那其实对于 弹博的后两者 唯一能打的点 在于你的对手 给了太多的失误 而且这些失误 是本部该出现的 是 完全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国魂在今天的 三场比赛当中啊 天眼丹和右手 确实都没有拿到一个 非常好的名次 但是看下整体看下来 这张郭郭的赛点的 一些赛照里面 他们是不向前站之地的 主要我就是因为 一个就是没有选突去的 还是打凤克机甲 因为没有办法选择 可能自己比较擅长的地图 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 这可能不一定的就是说 直接让郭郭戴哥都在啊 因为大家的赛事都是一样的 在当中的一些对抗来说 我觉得也肯定要比平时 打牌位要更凶一点 凶的多 因为打牌位可能 就是大概你有一辆 好车的情况下 你还是能够保证 自己在骑机 所以说到的这个对抗 并没有特别多 对 选择们不朽 这两个拳手 他们按照刚才 确实时间 言光之朽 在拿第二拳的情况下 对 那其实两位拳手的第二名 都是两次 绕不过去的一拳 对 那第三名次数也都是两次 这样的话 要进一波加赛 去振作一下小组的第二 这次顺意 也不过都很算 现在在前面 但是这个珠湾有点脱飘啊 但他车身卡住了 后面的波波 但是这边在不断的调整啊 顺意的路线又是不太好 但是也能够改变一下 我们调一下 初按的脱飘 没有按好 然后五娃跟慕玉 两个人又打在一起了 前面 波波三连飘 断空下来之后 路线很正 慕玉也太贴了 直接复位 这个复位按得倒是很快 五娃来到了第二 刚才我说的 如果说五娃 依然能够拿到第二名的话 那么他将在盆组 其实在搜索赛当中 暂时拉开和数据间的差距 是他拿到第三名 但是 如果说前面波波 直接结束掉的话 这组球没有任何选择了 看一下 哎 被追上了 0.4秒 0.3秒 还得拉近 对 弹射过后 看一下两个人在这段落 淡气延续出现了问题 对 波波这段落 一个DCU过后 五娃看后面连续的弹射 有个人出现 失误出现了 波波波给了机会 还没弹完 没弹出来 那这样的话 五娃也要拿到一分了 这一分一下 就让他整个局势变了 对吧 这一分拿完之后 这是刚才我说那种情况 我挨一下 要是一遍 从车有预算 跟第二 因为他拿了更多的第二 是的 现在选择全交给了波波 两个人挨着过一边 波波也是本场比赛第一次选途 波波选途的话 这一局 搜装 才搜装里边赢的 决定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二 对自己的车队 积得三个大分 把冰波给打了 真就是所有机甲 就去上一次 对啊 奥琳娜能打天空之城吗 应该只有省的一局 是最为得有成 让了图可以去尝试尝试 确实 这几乎 都是冲刺一样 其实还可能有一些 他理解上的细节瑕疵 但是确实相较于前面警局的话 这个完成度也算是最高的 主要是冲刺一在混战当中好用 对 其实在前面也十分能够冲 他成人就冲坏了 五娃沐浴 现在是各击了一分 多锅三分 顺翼还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一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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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来讲 并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应该打出这样的一个成绩 嗯 但在经过第一局比赛之后 可能就是因为像鼓边 他的状态肯定了 对 现在的顺利啊 这几次的选 希望就是看到了后两次 代表比他太大的压力 两次的选 对 很可惜的 因为毕竟是首战 首战的话 看国国选手了 国国选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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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恒大概率能得 这场比赛走向的 但是那场比赛E 确实打得好 真就是大家动包成击牙了 然后也不打欧莉娜 可能这些那一组 其实可能 还是要打同一车 算特别快 那真的就是看谁在 手针出场的情况下 因为我感觉 主要冰破的图啊 有点长 冰破 是橙红叶 是橙红叶 对啊 因为现在场上只有三两 对 你要打的话 赤橙红叶 我觉得 编度吧 他平时就练了 这个 也没练 编度了 嗯 其实两个手的风格而言 有不守的陈气就稳定了 是的 看这道也是够长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 龚波亲密度不太是较高的 成绩来看 还算是特别的营养 每张图起车有点 这一个点 摸下来 要有适发的不错 但是他一只赢费 后面天歌强势器主要在后面呢 对 加速在上面都已经加成 但是我觉得目前一个一秒开外的一个选择 就算后续有些优势直拉近的 那前面这个弹射的完成度 哦小拖一下 然后WCWW没蹭出来 那这样的话整体的速度进一步被拉开 没上去 还要撞肚子吗 虽然说灵性的躲过来了 但是不朽让他进入到个人的即时节奏 跟刚才混战肯定就是盼弱点人了呀 嗯 当时是路线不暇 这一次路线就是要更加的惊险一些 这边轻点刹车 从乌海赛混战阶段的一个 反射过来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路段 没有太大的一个意外是没有 如果以后地甲进入了有点多 连续去加图 最攻击这个桥 如果来以后一个 哎 这个上墙甩的有点早啊 对 但是没关系 最后一个弯了 我们车队还是比较高的 什么图 一直有亚特兰蒂斯 小拳一下 但是影响不大 他可以恭喜 不许 所有地甲通过和顺势的所有加赛 但这张图难度是自己的车队 我觉得 记得了 足以三个打分 拿到了小组第二名 不简单 不简单 对于今天的整体分数而言 如果奥莉娜来跑的话 跑得快啊 就相对来说 后面就没有那么反速 但是起步 我不要注意了 2 12 高一分 对 紧高一分 来吧 四两奥莉娜 现在是出大队 郭郭的赛点 和高的两个队伍当中的一个配合 包括像 郭郭并没有顺利杀出来 前面是顺翼 金东玉 这个不是配合 前面谈过后 情绪反超 现在顺翼来到领跑 但是 顺翼 这个目前不是很好啊 其实 即使他在领抱的过程当中 在前面的第一个 自己弹射上墙 掉到第三名 但是 这个举例确实足够感 但突然之间 好像说 顺翼两个人来了 不对抗 郭郭的卡位和防守其实都非常不错 能够 刚才其实是战略队的 然后去努力的参与每一局比赛 现在顺翼想要跟上郭郭1-2的差距 同样的赛车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因为前面 单从比分来说 郭郭能拿三分 就说明他的这个本性是非常高的 落地下来 弹射接一 因为五元手现在真的是不把好手 有很多真的很厉害 对 甚至说在郭郭 已经跟后面拉开了 才能进两秒的差距了 郭郭 而刚才 他其实在混战阶段没有杀出来 就是通过这一小段路线 形成的反超 所以说这段路对他来讲非常的熟悉 哎 稍微拖飘了一下 不好意思CW过来 是的 而现在 连续上强 不重要 3.3秒 我不信 对 对 对 这是后面落后的有点远 这完全还有再投票一次的机会 这完全还有再投票一次的机会 不多了 后面已经没有拖票了 对 而且景真啊 这些机会对于比较 而且后面都在 5秒开外 这游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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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比较重点 恭喜 猪猪大队 拿到了开门红 先提一对 最近在端游参加比赛的时候 对 有一阵子也有专门的女主赛了 就是看他们 在比赛日也要起个大早 去打 真是把所有机甲人打变了 就是打机甲 最后 对 奥利纳的亚克兰币 弹博神 获得了小肚子 最后再击五个大分 现在是看不出来在南图 熟练度上 确实要比虫子的锦门对手 要好上不少 没错 好的 欢迎来到采访 大家好 我是安东 站在我身边 但是在南图的所有比赛 不算是最顶尖的 在亚特兰帝斯之前 作为我们计时挑战赛的 一个选择的时候 这张图当然完成度很高 你落后五秒 其实还是有一些少见的 但也混战了 就可能是后边打起来了 你三连坛有一个拖 你后边的人就可能都被挡到 对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 亚特兰帝斯第一领先第二三秒 然后后面两个人又是 在六七秒开完 通线之前是五秒 对 就是领先的还是比较多的 而郭郭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 对于猪猪大队最大的一个看点 可以说 看点之一 上一期猪猪大队其实老乡偏多 熟悉的老朋友比较多 这一次 郭郭是一个纯新人 是的 所以所以得先看一下 这个新人的表现到底如何 我们才能够对猪猪大队 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判断 上来 solo也赢了 混战也赢了 看得出来今年的猪猪大队 依然非常强势 没错 好的 感谢四位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 第一场比赛这样就打完了 看得出来啊 其实实力相差不大 最后是一个4110 虽然说郭郭是拿到了四分 看似分差比较大 但是往往都是在节目阶段 要么五娃呀 要么沐浴呀 要么顺翼呀 就能够先冲出来了 对 然后有一些个人的失误 所以导致了郭郭这个稳定性最高的选手 他显然比较高 看一下刚才的赛后数据 一分三十四秒一三 后面 嗯 上次的话就不是很理想了 嗯 同时还有这场赛 呃 郭郭是把自己的选手权 发挥的比较好 对 然后对于五娃和孙爷来讲的话 他们是拿到了本组更多的第二名的 但是 呃 拿到的分数并不算是特别的理想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后续的新人选手 可能队伍当中老将都需要简单的去叮嘱一下 到底应该如何去请选择 好的那现场赛邦已经准备好了 我看梁申憲站在我旁边的是来自猪猪大队的姑姑 希望大家打招呼吧 好 谢谢好 我是猪猪大队的 谢谢 首先是先恭喜你再一次获得比赛胜利 那也是连续